香港電視在星期三清晨 借行政會議就亞視續牌進行特別會議之前發出通告 否認就收購亞視達成協議 通告指主席王維基曾在3月26日 和亞視主要投資者黃晶會面 就如何協助亞視繼續營運 以及延續本地免費電視牌照交換及討論初步的想法 但就沒有代表它本人或公司 和任何人士就可能交易達成任何協議 或是原則上的約定 通告又表示公司沒有和法院委任的亞視共同及個別經理人 進行過任何討論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